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强化要求企业要设立党支部 但是在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制造出了庞大的债务以及烂尾楼之后 中国的社群媒体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在质疑 恒大拥有的一千多个党支部有什么用呢 根据中共的规定 只要有三名党员就应该要成立党支部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以来 加大了在企业之内建立党组织的力度 除了国企民企甚至要求外企也要建立党组织 在社群媒体微博以关键字搜寻 可以看到至少从8月份开始就有中国网友在质疑 恒大建由38个党委 27个党总支 1133个党支部 管理一万两千零七十五名党员 那么这些党员有没有对许家印的违法犯罪行为实施监督呢 相关的讨论在9月底10月初又增多 甚至在问答网站知乎上也有关于吸取恒大党建教训的话题 部分微博网友批评 恒大的党支部就是虚设 庞大的党组织却将企业带向了末路 恒大的党委书记许家印难道不属于反腐中的关键少数吗 是不是可以下结论 现在有很多企业的党组织基本上就是摆设呢 即使年年被评为先进也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也有网友提到和国有企业的党组织不同 非共组织里的党建本来就是一种形式上的推动 但这又引发了其他网友的质疑 既然民企的党组织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不起作用 不担责任 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报道表示恒大集团官网当中较旧的资料显示 恒大在2002年8月份的时候 率先成立了广州市第一家民营企业的党委 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任党委书记 恒大有辖下党委35个 党总支18个 党支部1023个 党员10176人 基层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宣称党的纪委系统设立监察室等 做到反腐畅联建设常态化制度化 这篇介绍显然早于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前 文章说明 恒大党建情况称 中共十九大期间也就是2017年的10月份 恒大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以及12万的员工 集体收看了十九大的开幕式 并且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集团还举行全体员工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会议 掀起了集团上下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另外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副主编帕莫 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表示 恒大股价在许家印被捕之后的波动 是因为股民视此为政府即将接手的迹象 但是在那之前恐怕还有更多的人 要先成为官方追究政治责任的替罪羊 帕莫预判 接下来中国官方将采取两手策略 一是展开各地新一轮的基层反腐 不止开发商要被追究责任 与其利益高度勾连的地方政府跟融资平台 甚至省一级的官员恐怕都会有人遭殃 另外一方面 中国近年以来蓬勃的私人房企也将末日临头 而路透社在10月5号的时候发表报道表示 多名受访的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报道称曾经被认为大到不能倒的恒大集团 如今已经变成了太复杂而无法生存 其中伦敦国王学院中国和东亚商业高级讲师孙兴 更是认为许家印被调查 反映北京不接受他的债务重组 将会出手介入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政治考虑优于经济 任何新的重组的方案都要让引爆危机的人来面对惩罚 承担了政治后果之后才会出现 好 再来看下来自台湾媒体上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何清莲的文章 作者表示最近的大新闻莫顾于恒大的许家印被中国当局收捕 此前有些人认为许家印有后台很硬撑得住 还有人估计恒大是中国房地产的一号大而不能倒 倒了的话那2.44万亿的债务就没有着落了 作者表示上述的分析都有道理 也是许家印能够存活到今天的原因 那么压垮许家印这头超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 作者说有人为恒大算了一笔账 截至到2022年年底的时候 中国恒大的总负债约为2.44万亿元 回望中国1949年以来的经济史 许家印绝对将以负债第一荣登吉尼斯大权 根据财报的资料 恒大最近两年亏损8000亿 每小时亏了5000万 中国工商银行两年才赚了7000亿 而恒大一家亏的就比工商银行赚的还要多出1000亿 如果算总负债额 相当于从下朝开始到现在 每年负债6亿元 能够如此豪横的借债 中国国内的媒体探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更奇特的是就在美国华尔街与众多的媒体 担心恒大欠外国私募基金的那190亿美元债券可能泡汤的时候 恒大照样的给股东们分配利润 照样的以拿地为名向中国各地的银行来借贷 需要知道的是恒大集团主要的股东是许家印 他持有60.29%的股份 中国国资控股的深圳市的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7.06% 而中国国资的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4.81% 债欠的再多是公司的 分得的红利是自己的 作者表示中国的监管部门摘牌 许家印就直接的申请破产 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许老板还是一样的潇洒 酒宴如常歌舞依旧 社会公关活动也不少 银行也没亏 只是苦了买房的老百姓 多年积蓄与房贷抛在水中 听个响都听不到 作者说这是什么模式呢 说是中国国企模式 却比国企更加的优越 国企虽然亏损算国家的 但是经营者只能贪污 不能够堂而皇之的分红 说是西方大企业职业经理人 拿巨额高薪 企业亏损毫不担责 但是这些大企业没本事 欠这么多的债 因此只能够说 恒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生下的一个怪胎 不是国企 胜死国企 作者说 这怪胎的养成 集权了中国银行 与相关地方政府之力 他相信 这是如果要认真地追的话 一大片的乌杀将要落地 作者表示 海外有媒体评论说 许家印被捕 说明习近平迫害民营资本升级 这话实在不是平心而论 质问 这种庞氏骗局 搁在美国也只能被抓 哪个国家能够融流如此祸国殃民的民营资本呢 美国出了个为先进事业服务的硅谷银行 拜登政府最后也只能是挥泪斩马素 许家印这些年驰骋中国与海外资本市场 终于炼成了世界第一富翁 负债的富 他当然知道这个坑永远都填不平 也很清楚自己的结局 于是在谢幕之前 给中国政府出了一道选择题 实际上是战书 要么你让他在外活着 慢慢的保交楼 这个过程当中他继续的享受 要么就把他抓起来 自己保交楼 但是结果都一样 许家印已经把中国政府给玩进去了 留下的2.44万亿的战务窟窿 你不是全能的政府吗 那就慢慢的填吧 既然战术一下习近平只好爽快的接招 抓起来让你健康的活着 仿照肖建华的例子来办 肖建华的故事天下皆知 从香港四季酒店绑回到中国大陆 依然住在自家的豪宅里面 每天在专案组人员全天候全方位的监护下上班 主要工作就是遥控指挥 将原来转移至海外的资产再转回去 转回多少算多少 帮助中国政府止损 那些财产的真正主人们 包括中共的新老三代常委的家属 没见有谁胆大包天 向现任的总书记要求 认领这些当年交给超级白手套打理的巨额财富 作者说可以说压倒许家印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许家印通过离婚分财产 家人逃到与中国没有引渡关系的发达国家 将2.44万亿的巨债这个大锅甩给了中国政府这一系列的神操作 在许家印的立场来看 反正已经山穷水晶不眠拼力一搏 大不了落个资本市场的诸多同仁的下场 如吴小辉 陈锋 肖建华 王健林 那些人哪个不曾经在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呼风唤雨 哪一个的结局都是被压在了五指山下 自己最多就是如此这般的下场 政府要的是钱 不是命 作者表示 从古到今最富裕的一代中国资本大佬 正在逐渐的羡慕 这些当代胡血沿流下的故事将成为后世不老的传说 好再来看一下拜习会之前抢地盘嘛 习近平敲定11月份访问越南 来自美国丁的报道说 根据路透社的信息引述了四位知行士的话 透露说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即将于10月底或者是11月初的时候访问河内 目前越南和中国的官员正在为此 做准备 这一次的访问将凸显越南这个东南亚制造业中心 日益增长的战略重要性 美中两国正在该地区竞争影响力 四名知情士向路透社表示 中越正在制定一份联合声明 该声明将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发布 其中有两人指中越双方正在讨论是否加入命运共同体的表述 这是习近平经常使用的一个词 越南的官员对是否添加这项表述持谨慎的态度 另外一名越南的消息士表示 联合声明很可能会包含这一表述 如果命运共同体真的被加入了声明 消息士说 这可以被解释为两国关系的升级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 这将意味着什么 以及双方可能宣布哪些具体的协议 另外消息士还补充表示 如果联合声明的文本取得足够的进展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预计将于10月中旬访问越南河内的时候 帮助敲定两国最终的联合声明 越南外交部的发言人范秋恒星期四的时候被问及习近平可能的访问时表示 越南所有的重要外交活动都将在适当的时候向外宣布 关于习近平的访问日程以及中越联合声明的内容 越南与中国外交部皆没有回应相关的置评请求 虽然习近平的出访与否还没有定论 但是据一名消息士的话表示 中国已经派遣了一个团队前往越南河内 为习近平的团队安排住宿 另外一位知情士指出 该团队一直在寻找越南首都的酒店 且试图预定800件的客房 这一数量符合这一次国事访问的规模 对于美中两个超级大国来说 越南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因为它在全球供应链当中扩大了自身的角色 越南从中国进口工业零部件 组装之后再将成品出口到美国或欧洲 华盛顿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升级了与河内的关系 将美国在河内的地位提升到了与中国同等级 这是经过长时间的外交推动所实现的 报道表示习近平曾经两次的访问越南 一次是在2015年 当时他在越南国会发表了题为 共同谱写中越友好新篇章的演讲 而上一次的访问则是在2017年 当时他与美国前总统川普 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 以及其他的领导人 一同出席了在越南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另外根据越南政府的数据显示 中国是越南最大的投资者 今年前9个月中国已经承诺在越南投资近30亿美元 是美国同期的6倍仅次于新加坡 北京和河内在南中国海边界问题上存在分歧 并且有着长达数百年的冲突历史 中国最近一次对外战争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 另外来自德国之声的西西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在9月份的时候 是应越共总书记阮福仲的邀请 而之前的美国总统访问越南 则都是应该国国家主席的邀请 这多少说明 每月两国官方已经搁置了意识形态的差异 好再来看一下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香港影星周润发在今年的釜山国际影展 获颁了年度亚洲电影人奖 他日前在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表示 中国对电影有很多的审查要求 所以他们的剧本必须要经过很多不同部门的审批 奈何中国市场庞大 所以要找出解决方法 为期十天的韩国釜山影展在4号的时候揭开了序幕 香港影帝周润发今年获颁亚洲电影人奖 周润发在釜山出席记者会的时候 一名外籍记者以英文提问 指周润发在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拍摄了很多的作品 认为现在香港电影如何 周润发以英文回答表示 因为中国有很多审查的要求 所以他们的剧本必须要经过很多不同部门的审批 所以他们要很清楚剧本的内容 他们现在有限制对电影制作人是很困难的 他又表示 在1980年代很多人都看香港电影对此感到自豪 但1997年也就是香港的主权移交之后 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他们要留意政府的方向 这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很难取得资金拍电影 因为中国市场太大 所以他们要找到解决的方法 不过周润发表示 香港电影制作人会尽最大的努力拍摄出具香港精神的电影 周润发又提到 很开心看到韩国电影传承了香港电影发扬光大 杨威好莱坞 他表示 韩国电影题材广阔 可能因为韩国政府的支持以及创作自由度大 韩国创作人有无限的想象力 对于很多韩国电影题材都感到很惊讶 周润发表示 经过三年疫情观众习惯在家中看电影 连很旧的电影都要再看一遍 现在全世界的电影业界都很辛苦 要想办法吸引观众进入戏院 报道表示 中国当局对电影题材一直都有不少的限制 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 也令电影制作人在取材的时候要小心翼翼 不少的电影被指涉及敏感题材或者情节 而被要求删改情节才能够放映 甚至被禁止放映 另外报道表示 周润发在10月5号的时候 指中国电影审查限制多 还赞扬韩国电影有极大的自由度 传承了香港电影发扬光大 消息传到中国大陆的社群媒体 引发了网友的不满 群起批评 他把香港电影没落甩锅给审查 在中国的微博相关的讨论串当中 很多的中国网友肯定周润发说的话是实话 表示他不缺钱不缺名 所以敢于发声 还说发歌说的太对了 内娱拍了也不让播 有人表示中国电影人也不是没有创新 只是审核通过不了 不少人还担忧周润发因此遭到封杀 但是有更多的中国网友对周润发的议席话表达不满 反批他把香港电影的没落甩锅给了审查 网友表示香港电影能不能找找自己的原因 中国国内四五十亿的票房的电影都是爱国题材吗 恐怕是避重就轻甩锅给了中国内地的电影审查制度 还有网友说老香港电影人的傲慢 大陆的审查是严格 但是跟香港电影的没落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说香港电影人言必怪环境 也对 人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失败 对于周润发赞扬韩国电影 中国网友群起反驳 说韩国电影现在处境很好吗 今年过赢亏限的电影才几部 还有说现在还在吹韩国电影界 韩国电影界都快要死了 还有许多网友强调想要去中国大陆 就要遵循中国大陆的规则 对此一名网友建议周润发 少说点实话 没有必要 很多人听不得 公开的数据显示 韩国电影今年票房惨淡 截至到9月底的时候 只有5部韩国本土的电影票房 超过了损益平衡点 韩国媒体《东亚日报》指出 主要是受到了OTT平台的冲击 观众对于付费看电影的要求更高了 报道表示 中国电影票房则在疫情之后 快速的回温 今年截至到10月5号的时候 累计已经达到了人民币471亿元 有机会挑战疫情前 2019年历史记录642.66亿元 目前暂列2023年票房前五名的 军事中国本土的电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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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